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 朝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的课程 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 互联网新闻资讯 这个行业 用户的需求分析 那我们先从用户属性 来看一看 那么新闻客户端 它是有哪些适用的人群 我们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所以说呢 获取新兴的资讯 保持自身和外界的信息的同步 是我们人类一向最基本的需求 正因为如此 那么新闻类的这种APP 它面对的用户 在年龄职业文化审美等方面 跨度的非常大 覆盖的面也非常大 左边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同的职业 使用新闻客户端的这个分布 那么从这个分布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学生人群和互联网的从业人群 占据了总体比例超过60%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群 占据的这个比例比较高呢 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两个人群里面 那么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是最高的 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两个人群 他们对于互联网的接受程度 也是普遍高于其他群体的 那么他们深刻的知道 那么新闻APP 他们的体验要好于PC的网页 好于电视 好于广播 那么除了这两个人群 私营业主 是新闻APP的第三大用户群体 那么为什么是他们呢 因为他们的特点就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而且呢 时间自有 关心实证 对于这种新闻客户端的技术程度 也比较高 那么我们再通过调查的结果 来建立一下拥户模型 咱们选三个人 第一个人叫做小乐 小乐呢 是个学生 达20岁 那么每天呢 都会用手机来刷一刷 刷一刷新闻资讯 从早晨去厕所 冬天开始 就开始在网上看新闻 那么上课无聊的时候 对吧 除了发呆 看看同桌的你以外 有的时候呢 还会看看手机 看看新闻客户段 这是学生的这个典型的用户 那么第二个用户呢 是小美 小美呢 是IT公司的这个女的设计师 二十八岁 朝九晚五 朝九晚十 说错了 朝九晚十 平时呢 上下班呢 需要挤地铁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也需要看一看 每天的新闻 那么每天呢 午后吃饭的时候 对吧 在等餐的时候 也会看一看新闻 这是互联网人群 使用新闻客户段 这种典型的场景 那么说私营业主 比如说张总 张总呢 是一个查理店的老板 今年的四十多岁 那么平时在店里 做生意的时候 如果店里没有人 喜欢呢 坐在椅子上 拿出手机 看看新闻 大多呢 都关注于本地新闻 还有一些国家大政 国家大事 那么这就是三种最典型的这个人群 那么从这个调查分析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新闻客户端 用户对于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需求 主要表现 主要表现在对内容上 信息内容上 那么对于音频和视频的需求 其实是远远小于对于文字内容的这个需求的 其实考虑到用户刚才使用场景也是一样的 尤其是在当前国内流量 资费还没有那么便宜的这种基础上 视频音频的使用范围 大都限制在这种有WiFi信号的这种前提下 尤其呢我们最近发现 最近一两年对吧 随着这个4G的普及 那么网速是快了 但是流量呢 没有便宜下来 那么导致很多人呢 观看很多东西 只要是非WiFi条件下 都用的是离线 离线下载 那么类似于这些视频的功能呢 其实在于新闻客户端里面 其实大大受限制 当然 很多公司还是有梦想 也是始终始终不渝的 来推广他们自己的视频 那么从需求层面上来说 用户除了了解最新的资讯之外 那么在移动端 也衍生出了不同于PC端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娱乐 社交 分享和个性化 这类需求 那么用户在浏览新闻的目的 有了解时事 增加谈资打发时间 关注自己喜欢的领域 等等外 那么从 本质上来分析 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 娱乐 生活消遣 荣誉感 社交 归属感 求知 等需求 那么从使用场景上 大家也看到 那么 新闻类的客户端 使用场景非常的杂 有的时候在路上 有的时候在车上 有的时候在地铁里 有的时候在被窝里 有的时候在马桶上 有的时候是在早晨 有的时候是在吃饭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在休息的时候 那么这种 很杂的这种使用场景 也衍生出了很多需求 比如说离线阅读 这类的需求 就是很典型的 在新闻APP里面 经常需要的 那么这也给新闻APP 在用户设计的时候 需要考虑 如何能够在 这些琐碎的 短的时间内 来满足用户 这些需求 成为了新闻类APP 应该考虑的一些问题